大使,今天是您任期的最后一天 您担任新加坡驻华大使有七年半的时间 您认为在此期间,心中观济有了怎样的发展? 各位中国和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新加坡驻华大使的身份 与各位在网络上见面 在这时刻,我心中是有一股依依不舍的感觉 明年将是心中建交三十周年 事实上,我们两国民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 建交之前,在1976年 李光耀先生就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 随后,1978年邓小平先生也到了新加坡进行访问 建交这三十年期间 两国经贸合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目前,两国已经有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这就是之前所建立的苏州工业园 和天津生态城,还有最近建立的重庆互联互通 战略示范项目 去年,我们还把广州知识城项目提升为国家级别的双边合作项目 这几个项目都是随着两国在不同阶段发展 的需求和能力来发展的 除了这几个项目 两国政府间的合作 也包含了一些其他领域 比方说官员和干部的培训 社会治理 法务合作 还有最新的智慧城市的合作 企业间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 新加坡在华的企业 目前已经有两万多个分别的项目 涵盖的领域非常的多 包括金融 物流 航空 港务 教育卫生 零售 当然也有房地产 在一带一路层面 我们目前正在一同打造四个合作平台 这四个平台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金融互联互通 第三方合作 还有法务和专业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这个层面 我们打造了一条新陆海贸易新通道 新通道 不只把一带跟一路连接起来 它也能够支持中国西部的发展 同时能够促进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区域发展这方面 中国近几年也非常重视区域协同发展 新加坡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在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的计划 目前我们跟八个中国的省市已经成立了经贸理事会 这些经贸理事会连同我刚才提的几个项目 充分的打造平台 让新加坡积极的实质性的参与 在中国的地方的发展 在多边场合 我们两国也在很多国际组织上进行友好的合作 这包括联合国 世贸组织 APEC G20 当然还有我们区域的东盟 所以 由此可见 我们两国间的合作 的确是非常广泛实质的 新加坡和中国 也是多边贸易的 获利者 所以我们双方也正在积极的捍卫 一个公开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在这期间 两国的关系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这要归功于 新加坡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努力 也要归功于两国民间 还有两国政府间 高度的互信和相互的理解 当然新加坡和中国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要捍卫 所以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秉持着相同的看法 但是 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都能够很快的化解争议 或者是求同存异 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 是因为双方都深知 对方对我们 只有善意 没有敌意 在华期间最大的亮点 就是看到两国民间 这种相互关怀 雪中送炭的精神 我记得在2008年 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新加坡是第三大捐赠国 几年前 鲁殿发生地震的时候 也恰好是我们 即要庆祝两国建交25周年的时候 新加坡在华的人民 企业和政府 联手给鲁殿的三所小学 盖三栋小学宿舍 让住在山区 离学校比较远的小朋友 能够住在宿舍 减少从家里往返学校的路程 明年 我们两国又要庆祝 另一个里程碑 就是我们建交的30周年 所以这次我们也和中央外事办 重庆市政府 还有扶贫基金会一道合作 从新加坡人民 还有企业 还有政府官员 合力来募款 在重庆市的彭水县 也盖一栋学生宿舍楼 您认为新中两国 应如何继续推动 双边关系发展 多年来我们两国的关系 是建立在互解 互信 互惠 互利的基础上 我们双方也都深深理解 诚信的珍贵 两国间的合作 是广泛实质的 多年来给我们的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只要我们能够维持 这些特质和遵守这些原则 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 会继续往前进 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您最后还想对网民们说些什么呢 我要感谢所有中国朋友 多年来给我的热情爱戴 我也要感谢所有中国的网友 多年来给我的照顾 还有许多网友 时不时的也会在我的网站 留下一些甜言蜜语 都要感谢你们 我会带着我走访 中国所有的省市的回忆 小平小道 延安 景岗山 梁家河 早园 还有很多非常迷人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所有中国朋友的笑容 我希望你们会继续的 爱护新加坡 爱护我们两国的关系 最后 我祝愿 心中两国 友谊长存 祝愿 各位朋友们 吉祥如意 也希望你们会继续 心想 思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